打靶意外 台中成功领友官兵在进行整个打靶训练的时候呢 发生了步枪弹炸的意外 造成了一名黄姓上士 右脸红肿跟擦伤 那么一旁的刘姓助教班长 他的右手中指也受伤 赶紧送到营区医务所治疗 幸好没有大案 而事后军方也组成了专案小组厘清原因 后续也将会加强对枪支检查和整理 保障训练安全 国军进行例行性打靶训练 但没有想到却发生了步枪弹炸意外 9号上午台中成功领陆军104旅第二营官兵 上午在靶场进行打靶训练时 一名黄姓上士持65K突步枪 在射击第三发时 突然发生了弹炸意外 导致黄姓上士右脸擦伤红肿 一旁的刘姓助教班长右手手指也受伤 发生之后单位也立即停止射击 那也立即做一个相关的处置 同时家属 家属也尊重单位的处置做法 事发第一时间除了立即停止训练 并且将两人送往营区的医务所包扎治疗 幸好受伤的两名士官兵伤势不严重 没有大碍 目前已经返回营队修养 之前检查状况是 良好的 所以他在射击第三发才会发生弹炸 军方表示在每次训练之前 都有做枪支减诊和弹药箭率 至于为何还会发生弹炸 军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要了解发生的原因 未来也会加强对枪支弹药的安全维护 以保障之后的训练安全 谢谢江南林佳明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